所以我們下一組他要透過分析企業母子關係 然後與透明足跡合作去了解各個企業對環境的影響 還有他們是不是有真的照顧好我們台灣這個土地跟環境 讓我們歡迎這一位是洪文為我們帶來的是 台灣企業集團母子關係與環境社會責任專案 大家好我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洪文 我們這個專案其實是中配跟令大家一起做的 中配人在美國所以今天由我來代表報告 在頂星集團事件出來的時候大家都還有一個印象 就是我們一直要去找這個頂星集團裡面到底有哪些企業 所以有一些可能熱心的朋友就會幫大家整理出來 這個集團裡面有哪些企業是我們可以去抵制他的 所以包括有台灣之星或者是松青等等的 就是當時只要有一個爭議出來之後 我們想要做抵制的時候我們都會需要這個集團的企業關係 到底有哪些問題有哪些這樣 那另外一個這個是在ETC的時候那個遠通的事情出來之後 大家也是會在想那我們如果要抵制遠通的話 我們要有哪一些集團是可以去抵制的 所以當時也是有人會去整理這個相關的表 那意思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今天想要做一個集團企業關係圖 就是每次每次只要一遇到任何的爭議 我們想要去抵制它想要去對它有一點批評 或是什麼的時候我們都要一個一個一個去找說 它到底有哪一些相關的企業是在這個集團裡面 那今天我們就乾脆幫大家把這件事情做出來做好 所以我們第一個我們會整理台灣的可能是優先處理的可能是500家的企業 那就是把這些相關集團它底下有哪一些企業的這個圖把它給做出來 那這個東西做出來之後呢未來大家想要用在各個領域 比如說勞工的爭議哪一家企業它有勞工的爭議 或是要加值應用在譬如說那個我們好像之前有一個提案是跟找工作有關的 那這個集團底下到底它有哪一些相關的企業 它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大家都可以用 就是最一開始是這個集團裡面到底有哪些企業的這個東西 我們做出來之後任何的加值應用就有無限的可能 所以最一開始是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們是一個環保團體嘛我們之前這個圖是我們之前稍微簡單做出來 一個試著做做看一個集團裡面會有相關企業會長什麼樣 那這只是結一部分外面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譬如說最中間那個是日月光 那它底下它會有它不只是只有在台灣的這些相關的企業 它可能還會透過國外再投資到其他的地區的國家 包括中國或者是它因為避隨的關係可能在開曼群島那邊又投資一個公司 那再透過開曼的公司再投資到好多的公司 就是這個企業集團它的圖像其實長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這件事情呢譬如說像我們是環保團體 我們就會在意說那當我們要求一個企業它應該要負起相關的環境社會責任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只有要求它某一家企業某一家特定的企業 而是它所有這些很複雜的企業所造成的環境影響 我們都應該要求由這整個集團公司他們共同來面對共同來承擔 那之前我們做了一個叫做透明足跡的計畫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介面喔 就是說在這個上面可以呈現出來的是 在台灣裡面有這個政府它有公開的 包括企業財閥資料包括它有現在有即時監測的 這些相關政府有公開環境資料的我們都收集在這個網站上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上面其實應該是有七萬筆的資料在裡面 那這些七萬筆資料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在想的是如果可以把這個集團跟這個東西把它做整合 比如說一個想像我如果在這邊搜尋一個日月光 那我在地圖上就可以呈現出出日月光集團它的這些企業 它的工廠到底長在哪裡 那點進去之後呢我可以看到這些企業它的這種污染排放 現在即時的排放狀況有沒有超標其實都清楚 這個是我們現在做的比如說就是台塑賣料一場 可是未來現在我們的限制就是我們現在所有資料 因為是根據政府的所以它是以工廠管制編號為主 就是都是一個廠一個一個一個廠這樣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看到這個很全貌 台塑集團它的污染到底長什麼樣子我看不到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這個集團的東西做出來之後 可以幫可以把這些東西都整合進去 把這整個集團的污染狀況都可以更清楚了 包括這個也是現在的整個資料都是 所有的財閥紀錄也都是一個廠一個廠一個廠的 那一整個集團它所有的財閥紀錄到底是怎麼樣的 它整個環境的污染狀況是怎麼樣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東西可以呈現出來 要求一整個企業可以負起相關的環境社會責任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些資料來源 它其實非常的複雜 是從那個公開資訊觀測站 那這個是它最簡單可以看到的財報的資料 或者是它的被投資公司的這個資料 還有轉投資相關的這些地區 所以它的資料其實非常非常複雜 而且還需要清洗 如果說有一些人願意來一起來加入來討論的話 是很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們 那我們所有的專案程式和成果通通都在這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洪文 那這次請我們村長 也是評選召集的嘉良來為我們頒獎 那我要到旁邊 好 這邊還有一位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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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謝謝洪文 那我們早上大家好 那我們總說今天照顧好我們的環節 我們今天照顧好我們的環節 去尖叫今天照顧好 electromagnetic debate